為什麼我們都是這麼賤呢 我用口令會讓他就是找一條比較合適的路 但是有的時候他在排便的時候人家車子拍過 那個我就是沒辦法有多次就是摘焦嘛 現在我們還是沒辦法在裡面 哪怕疫情的時候都沒辦法 哪怕下雨天雨下很大我就沒有出去嘛 我就想在這個下面 在這裡啦上面的鄰居啊什麼 還有那個劇委會看到他們就會打電話 也會去12345投訴啊什麼的 說實在的我對這個劇委會我是很寒心的 你希望它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果 就是解決導盲權不要去小區外面排便這個事情 不能說他們能像我一樣對自己的孩子一樣 但是也要有那個善心嘛我覺得 去年吧可能他在這裡那個路口 往哪兒拉了就放棄 可能是人家有一些人 現在我跟他往外走路 365天一天私自在你窗台下 你願意嗎對吧 我們跟他找一個地方讓他倒那個草地裡頭 他就費地在這回 就在我這個車 然後你就上車吧也不好上 然後就踩著一大朋友 在我們那個門口一天七八朋友 他這個狗這樣子小片就是肯定是不對的 居民的疫情很大的 夏天的話天很累的那個胃很大的 公共衛生還是要的 味道很重要 這裡是晾衣服的地方 你現在叫天人 你天人在這裡殺尿了什麼 不是都是胃啊 也有看到其他的狗狗 他們也是其實 人家狗不在路上 人家在這個花園啊什麼 這個草地裡去 你這個短毛狗經過訓練 是不是可以在家裡 把它這個小片垮掉 全世界的導盲犬就沒有規定說在那個室內排便的 所有的導盲犬都是在室外局做這個排便的 因為首先導盲犬是一個工作犬 它的工作場景很多 如果說你讓他養成一個在室內排便的習慣 他有可能會誤解 我到了一塊地方 在公共場合有可能這塊地方 然後他到了這塊地方之後 他覺得這個地方我也能排便 這個會給市場人士包括社會大眾帶來很大的困擾 因為我們也介入換了好幾個地方 不是說我們沒給他找過地方 換了好幾個地方 你換個地方時間過幾天就不行了 過幾天就不行了 那麼我們後面再跟阿姨跟這個導盲犬學校的老師商量 我們說是不是你小區這個周邊我們密集度很高 那麼我們是不是阿姨反正每天要出去的 那你出去大門口我們給你找個位子 對吧 後來我們就叫他往前 就是阿姨現在摔倒的這個位置的附近 但是不是坐在這個馬路邊 那肯定有危險的 是給他綠化這邊一點的 靠近綠化 因為那個路也很寬的嘛 我們說你靠近這邊一點 任養狗狗這個愛心犬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是很關心的 沒有說對這個愛心犬不關心 然後造成他這個排便不差我們不管的這個情況 這個是完全不屬實的 所以後續的跟進我們一直在努力跟進 包括跟這個導盲犬學校在協商 跟阿姨在協商 怎麼樣更好的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我們下班的評論 可以先提議一下這個問題 和這個問題解決EER 也可以讓什麼都沒有解決 但是我們可以說 那這個問題解決 我們來解決一下 好 我們來解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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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解決去